中国大陆出现了首例感染新型A型流感H10N5的人类感染案例 而它同时还合并感染了季节性流感H3N2 它也是全球首例感染新型A型流感 再加上季节性流感的致死个案 这名个案它是在安徽的一名60多岁的女性 去年11月30号的时候开始发病 而到了12月2号入院治疗 但因为症状是持续的恶化 因此它在12月16号的时候就不致身亡了 这名个案它有安徽以及浙江的旅游室 而进一步的匡列它的接触对象呢 目前是没有再有确诊的个案出现 机关署针对这个安徽跟浙江旅游警示 则是维持第二级的警示 带你来听稍早机关署发言人罗一针的最新说法 那一般来讲就是说呢 避免前往这个活情市场 也不要去购买这个活鸟或者是活情 那也避免在环境当中接触到这些野生或是饲养的情鸟 另外就是避免生食一些情质的或淡质品 来以免说感染到这些可能跟情鸟相关的流感病毒 那我们国内的话目前是在边境的检测 从11月下旬开始到现在都没有检验到这个入境有症状的中港澳旅客 有这些新型A型流感的情形 目前检测最大中仍然是一般的流感病毒跟新冠病毒 我想我们会等到是为针对这个病毒 比如说病毒的一些基因还有抗原性特征的一些比对的报告出来之后 再做进一步的研判 目前讲说它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全球大流行的病毒 大概是言之过早 而且以中国目前对外公布的资讯看起来 它还是以情鸟传染为主 传给人看起来是一个比较偶发的事件 而根据了解呢 新型A型流感是每一年会周期性的在人类间流行的季节性流感 H1N1以及H3N2以外 偶发出现感染人类的其他动物流感病毒 而这些病毒主要的感染对象是鸡等其鸟类 以及猪等哺乳类的动物 属于A型流感病毒 一旦感染人类的话呢 都会统称是新型A型流感